整個台灣其實說實話是真的都沒有幫助的 說實話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也是都一直在想 對啊 來 你們大家幫他想想看 腦力激大 等一下 他去見KROSE到底有什麼好處有什麼用途 或是對任何人有什麼好處 對柯老師自己也沒有好處 對他肯定是沒好處 他每天接到這麼多申請要見他的人一定很多 Mail Foot 你那什麼方式可以讓就是 基層的人對於像這樣子一個比較偏向競爭力的報告可以更有重 機層的人 對 不知道 更有負面 你在那個WEF的競爭力報告裡面 哪幾個指向你覺得你最有感覺 哪幾個指向最有感覺 他有些是政府的透明度啦 什麼經濟的發展啦 科技的研發 分配就是資源分配這一項 資源分配這一項你最有感覺 就是M型化的世界是M型化的形象越來越嚴重 那台灣在這方面的得分高不到 台灣在這方面的得分不低 不低的意思就是說不錯 不錯 對我印象中是不錯 因為我那時候 台灣的社會平均度不錯 我那時候是看 因為我們是從2006年看到2004年 那我是看2009年那一部分左右的時候 所以我印象中那時候的話分數 因為我確切數字我已經忘了 那我也不敢打包票說我一定都記沒錯 但是我印象中 你這樣突然問我的感覺是說 那時候印象好像是不錯的 對 可是台灣的地平已經在這邊都高起來了 對 對啊 這五年到時候 我現在趕他去見Close Gun 你有沒有想這樣嗎 其實 是說那個科老師就是他 是他辦的這個論壇 嗯 對 那就是要怎麼 辦一個像這種論壇 怎麼弄得那麼有影響 那 你這樣想要辦一個論壇 達羅斯論壇 達羅斯論壇 你自己會想辦一個 我自己會想辦嗎 嗯 還算OK 有些議員 但是說實在的話 需要一個團隊 對需要一個團隊 說實在做一個人的話 當然是不太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一個和尚走到一個 應該是說如果是以現在的我來講 我如果有那個熱情的話 當然是 那你有沒有那個熱情 現在嗎 說實在的話 相對 有一些但是相對來講 還有其他事情 相對 聽你這樣講就沒有 沒有這麼大 對 說實在的話沒這麼大 一個和尚走到一個山邊 嗯 過了五年之後 他就變成 一個佛寺在那裡 而且可以延續一千年 你這發怨很重要 你就沒有那個怨 你就看到那山 還要砍樹 還要挑水 還要建 還要搞幾年 你就搞不起來 有沒有一組啊 好吧 那你先想一下吧 等一下我們再討論 你要真的要 你們這個團隊真的要想這個問題 不然 我覺得募款募不到 然後募款 很辛苦的 運氣很好的募到 你也不曉得 嗯 就跑一趟瑞士 跟克朗茨擺一趟香 去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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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意思 沒有意思 好 下一組 最後一組啦 我預期很多組員 目前 募款募到 謝謝 有困難的 我就想請 好 老師各位女家大家好 然後 這是我們的團隊名字 就是西埔 然後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我等一下會解釋 然後我們要拜訪的人是 後面這位女士 Elizabeth Holmes 她是美國Cerenos公司的CEO 然後他們公司主要有一個技術就是 無痛採血做檢驗 然後他們 只要 就是她手上拿著那一小滴血 就可以做了 做兩百多種的檢驗 然後可以在短時間內透過 手機的APP 然後傳送給 那個顧客 然後我們 主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 想要成為Cerenos在台灣的代理商 那 然後 然後再進一步把它推廣到亞洲 那為什麼會先從台灣開始 而不是像從大陸或其他地方 因為我們覺得 台灣有一個 以醫療環境來講 台灣醫療環境算是不錯的 而且我們有一個 東西叫做健保 這是東西 在全世界來講 算是 只有台灣有的 而且台灣做得不錯 在全世界很有名的 所以我想說 如果能夠在台灣 能夠推行這樣的技術 對她來說也是一種宣傳 然後她可以 進而擴展到全世界 然後 接下來就是 解釋一下我們團隊的理念 就是剛剛講到的CHIP 主要是五個單字 Care-free, happiness, examination, accuracy, and painless 主要都是在講這個技術 它無透 然後 能夠在短時間內做出精準的檢測 而且只要那一小D型 對 做什麼檢測? 醫療素 做醫療檢測 任何所有需要學醫的東西 對,他們公司目前 有大概可以做兩百多種檢測 像可以測 C肝糖尿病 然後血腥什麼 整項基因 那個 血液檢驗 那個 基因晶片就是 有點類似 類似 然後這是我們的Business Model 現在如果 一個民眾想要去檢驗的話 他必須走黑色箭頭 他可能會透過經驗公司 然後到醫療驗所 這樣 然後 如果 我們能夠把這技術引進的話 我們希望能夠在 藥局 這地方 做成一個藥局的通路 然後民眾可以直接去藥局做這項檢驗 然後他們可以 在短時間之內 得知他們的身體狀況 因為我們會有這個想法是 Ceranos 他們在 美國 他們也有跟美國的 World Green藥局做合作 然後 所以他們就是 民眾可以很方便地去得 他們這個檢驗技術 然後再來 就是也是 民眾可以直接到醫療院所 做這個檢驗 所以我們目標主要通路 就是這兩個 藥局跟醫療院所 你說你們要做嗎 對 就是 將來你們要做 你要把他引進來台灣 然後做這個事 所以你們將來要成立公司 對 就是想要成立他的代理商標 然後 任務內容 主要分成三項 一個就是 拜訪他 然後再來就是 參訪西谷當地的生技公司 還有 還有史丹果大學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是 五個 我們團隊是 來自北野和青大人 然後這對我們來說 我們有一個醫療背景 所以我們對這一塊 會比較熟悉 跟其他相比 我們對這產業比較了解 會比較容易上手 我們預計就是 在今年七月的時候 會前往美國系統 這樣 然後這是 我們大概列出來 所需的經費項目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 之前我大概 試做的一個 企業贊助的結構圖 這樣 然後目前我們贊助的對象 主要分成三個 主要有三個對象 一個是師長 師長就是包括我們學校的 校長然後校友董事長那些 對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 生技公司 然後第三個就是 剛剛所講到的同路 像藥局 就是一份這樣 好 就這樣 好 謝謝 來 他們這組應該 比較清楚要做什麼 來 問問題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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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三年級 有嗎 那個 那個技術還沒有引進來嗎 還沒有 那你們怎麼會知道 就是 透過公民黨 公民黨這裡 然後而且 他最近有登上那個 不比式的開行 對啊 他已經登上台灣一定很 台灣人 上了引進攻那麼尖 每個人看到找這個引進啊 但是現在說 還沒有引進啊 真的啊 可以從外國投 這個我想說 他有錢 直接找他就 我沒有 50幾萬你就投下去 然後讓他們去弄 回來給你10%的肛股 投50萬拿10% 這麼好的 來 你們是同組的嗎 所以你們這樣玩都是那個 你們這樣賺的錢要回歸公民黨 以後我在這邊做 以後我在這邊苦啊 叫他們怎麼帶木管的時候 我就說去找他 我每個介紹的你都要給錢 你現在就被垮掉了 不會 我覺得那個很有搞 對 所以 問一個問題嘛 交個朋友嘛 這樣還多大咖 這樣還多大咖 就是你們 你們就是想要成立這樣 一間公司 那你們就是 拉贊助的對象 或是你們會拉合作的對象嗎 就是 他們可能會想跟 這場投資你們 因為如果你們可以在台灣 就是 先找好 就是你們會來 就是企業要合作的 是要投資的對象 的話可能 就是你們回來之後 可能很快就可以把他弄起來 就感覺 我今天覺得你們感覺 如果可以把這個紀錄帶進來 就是這個企業可以放起來 我覺得 今天應該蠻高的自己 好再來 交個朋友耶 這是一個問題 現在有其他的代理 是不是有其他國家 還沒有 他現在只有在美國 對對對 他會不會有獨家代理的問題 有可能 對啊 我總覺得 如果他跟上富比市 台灣已經 有人已經在接洽了 會要盡責 而且因為他通常都會有一個獨家代理權的東西 而且你們如果只是一個新創的公司 那為什麼要找台灣有那麼多的 知名的藥廠 或是什麼要代理的 你怎麼對抗 你怎麼合作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 今年九月就會去大陸的那個 醫管公司或是醫財公司實施 那我覺得我可以 比較了解他們的大陸的醫療環境 這樣子 然後我可以變成有點像是台灣跟大陸的醫療環境 我都可以 不是 我們現在在說的就是這件事 沒有 我這公司為什麼要讓你代理 所以 如果他要讓我們代理的話 我們在台灣 就是做 應該說我們 是一進去大陸 大陸的跳板 就是先坐好台灣之後 再可以往大陸那邊 大陸 大概自己都會去接觸 那假如 因為 你們可能是七月出去 那假如在七月之前 不好 就是很不好 就是可能已經有人在做 或者是很有人已經在 已經有你們在做這些 那你們要怎樣 有沒有B計畫 或者說你們要怎樣子去 轉換這個東西 然後 比較不會跟別人一樣 然後 錯失掉這個情況 嗯 你問什麼 因為目前 關於這個問題 就是目前我們現在 還在了解台灣生技產業的東西 那其實台灣生技 台灣對於驗血這一塊 也有很多很不錯的技術 那我們想要了解台灣的 競爭力到底在哪裡 然後台灣為什麼不能夠跟 Theranos 就是發展出一樣的 這麼高產值的企業 就我們最近有跟很多 這一塊相關的教授 做一些 就是 詢問他一些相關的技術面的問題 有解過嗎 對 可以給你們一個建議 就是 你們台北醫學大學的董事 有一個叫李祖的 就是他們 我們只是董事長 我們都找李祖的 就找他就好啊 每個人都知道找李祖的 他們以前的董事長 對 他自己也有在做那個 寫堂 那他為什麼不自己做 他為什麼要 要贊助你們去做 對啊 你們要回答這個問題 你們不是有個清大客觀所嗎 對 哪一個 沒有來 沒有來 那他怎麼建議 那應該策略上應該有什麼建議吧 你們大部分都是技術上的 還是策略上的 那不然他客觀不是白讀了 因為他現在目前他 像我們 Zeranos那邊的人 都是他幫我們 就是聯繫聯到的 就是他爸爸是在成達教 就是教書 所以 像史丹峰那邊的教授 我們也聯繫到 那邊也有人賣 可以帶我們參訪 所以他的工作 比較像是點線 然後 你們要成立公司 你們還是要去想 怎麼去獨家爭取到這裡 因為我們那時候 就有在考慮說 我如果去生計公司 木牌就有這個風險 對啊 木牌對象是主要在司長 殘旋合作這方面的 就不要去接觸生計公司 但是我覺得生計公司 你們其實不跟他們講 他們都會知道 生計公司 就是 就會有一個團隊 專門就在射取這些 會賺錢的東西 我甚至覺得應該都有人 已經在接觸 你要不要先 寫個E-mail 跟他們掛個號 就是說 我有寫他們的那個 客服信箱 沒有回覆 沒有回覆 那還是要透過人介紹 就是先掛個號 就是說你們 對他們的產品 沒有興趣 那你們想要成立一個公司 希望取得代理權 那你們原則上大概 年終的時候會去 那請他們務必在 你們還沒有見到面之前 不要把 就是 不要把他 license out 對就是 那 一般外國人是這樣 接到這次如果他跟你微信 那台灣有人跟他接觸 他談得差不多 他就會跟你說 那我們已經有人在談 那你願不願意 來跟我們見個面聊一聊 這樣 他們不會就 就給別人 就不理你 但你至少要先掛號 讓他們知道你們 是有一組人是有興趣 就是我們現在還缺乏那個 直接聯繫的 到的 那你在想辦法啊 嗯 我們是有一位 就是Stanford教授 是他以前的老師 然後 我們希望 對他的老師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透過他 去這個演習 哪一個Stanford教授 台灣人嗎 沒有 是美國人 他不是有成立一個 Healthcare 不是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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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有 他應該是之前是 可是他用在 要是醫學博士 就是讀化工 然後醫學 所以 你覺得他用在幹嘛 就是他自己有一家 他現在自己有一家 Healthcare的公司 對 其實 他是Stanford出來的嗎 對啊 Stanford就很多這種東西 而且Stanford有一個計畫 跟台灣是一起做這個 那個 BioEx 不是 Stanford有一個BioEx 我都去過 那個 那個是 那個 Norman Foster的建築 但是 就是Stanford跟台灣有一個做醫材的計畫 是台灣學生什麼 對 台灣學生去那邊 然後 然後 然後他也說會 就是 那個教育會幫我們 就是 所以你說的是 Fish Gerald 好像 那個他就是 Stanford台灣 Program的負責人 那個 一個清障醫生 叫Fish Gerald Fish Gerald 是那個嗎 是那個嗎 有點忘記他的 全名 全名叫什麼 你們就不用工 那 那個 幾百萬美金嘛 他媽要到手 結果你們還這麼不用工 因為那一次是因為 我們那位清大科嗎 同學 他跟那個教授他們 就是 吃飯 那他爸爸是誰 爸爸 在哪裡教授 陳大醫材 喔醫材 對啦 因為Stanford一直在做這個 這個問題 其實台灣人很可以做 我覺得你們要取得 獨家代理權 有點困難 我覺得你們應該找一家 要一家 大的 醫材的廠 跟他們合作 然後用他們做靠山去談 給他看看 沒關係 這位 對呀 Peter Fish Gerald 沒錯 對啊 我認識他 他是個 他就是那個心臟的那個擴張器 是他發明的 他賺了非常多錢 他其實那個技術都很簡單 對學工程來說很簡單 但是 因為他用在醫學上面 他就是那個Taiwan Staff Program的負責人 所以直接聯繫他 我們已經有協議沒有給他 他是這個的老師嗎 他就是在那個Program裡面做出來 所以看起來你們都聯繫上面只是困難很多 會不會更大大了吧 是有聯繫可是還沒有得到很多正面的呼應 對啊,可是你們的競爭者都很強大 我不曉得怎麼辦 你們60%我都叫你們多 然後你來負責抽選 好吧,你先這樣子吧 你們基本上都聯繫上了 只是 後面見到他不難 但是見到他的目的我一定打得到了 對,因為你們競爭者太多 就像你的兔子在上面跑對不對 你用石頭丟他 可是旁邊的人都有槍啊 所以你打到那個兔子的機率不高 但是試試看吧,沒關係 不成功的得到經驗 反正那種兔子到處都是 好,謝謝 謝謝 還有誰 你們要講 Fish Gerald很厲害 很厲害 很早看到醫生那麼會演講 好的 那你放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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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沒關係,可能我爸的醫生會很快 因為我們這樣做 我們就直接放在哪 因為如果我爸的醫生會很快 我們家是做得乾淨 那沒有關係 就是 暫住這個已經很快 然後就 按其他人就好 按照他爸的醫院 因為我爸的醫院 錢 丟個兩百萬 他們都沒有完成 好,來,幹嘛 好,所以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那一塊 就是我們剛剛那一塊 就是剛剛那一塊 就是可能就是沒有聚焦 然後所以就是 我們剛剛找到一個切入點 就是 只要以智能程式這一塊節目 然後智能程式的話 主要分成三個區 三種區塊 三個區塊 然後包含了城鎮化 技術創新跟資訊化 對,那 在城鎮化部分的話 他包含的產業 就是可能在文創運輸或建設上面 那技術創新的話 就是物聯網跟平台整合 那資訊化 現在就只要偏向 可以看 那 剛剛就是 我們講到就是說 主要是要找台灣的一些 相關的企業 所以 就把一些 可能可以拉的贊助的企業 就把它放上去了 所以就是 就像這張圖上面 展現了 那 價值 就是我們這一套的價值 還有為什麼要畫出這個圖 其實 很簡單來講就是說 因為雖然說 可能在專業方面 可能在產業方面 可能他們 就像技術 或者是說訊息 他們已經有了 可是問題是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會沒有辦法 可能在中華大陸 沒有辦法成功 是因為我們可能不懂他的文化 或是不懂他一些細 細節上的東西 還有不懂像小米他可能在 例如說他在物聯跟文創這方面的整合 那他是怎樣運用 中國大陸這個市場的文化 然後把它串起來的 這方面我們可能不了解 所以 我們有點像是 利用剛剛上面這一張 因為這一張 現在上面都沒有 然後可能我們會去找相關資料 然後 去找出 核式放在上面的一些產業 然後他是中國大陸的 然後 再配合說 每一個中國大陸 他每個成功的案例後面 他其實要被 沒有 我跟你講這個 我只要你講 你要找誰去募錢 就主要是這些 就是讓他們看到說 就是中國大陸有什麼東西是 台灣沒有的 然後 假如台灣要去大陸發展的話 就是 有什麼資訊是 可以透過我們 就是 簽到或是跟他們的 你去找鴻海 假設你去找鴻海 那郭台銘自己就看得到雷軍 他為什麼要 要給你錢他們去見他 可是 我們的對象不只雷軍 嗯 就我們 你們是要去看雷軍 是 可是那是主要的 那你說明一下 就是他的意思是說 就是我們主要是探訪 雷軍是我們其中是 然後 除了他之外 我們還會有其他不同的產業 可能雷英是某一個產業 那我們可以 還有去看到別的 對 對 但是我現在問 問題就是說 你要去找誰 他願意給你錢 去看到別的 或看到雷軍 為什麼 好 沒關係 回去想一想 因為你馬上就要想清楚 你時間不多了 三月了 你馬上就要想清楚 要找誰 那個人為什麼要給你錢 去看雷軍還有其他的人 然後為什麼還要給你錢 你只有想清楚這個事 你才知道怎麼去安排 見這些人 怎麼去做簡報 對不對 你要隨便這樣寫 你根本 你連創業小劇都出來 對不對 然後 Pinkoin 你為什麼會弄到Pinkoin Pinkoin是幹嘛 那是一個網路的網站 我知道 做文章 他從政大那邊開始做的時候 我都知道 你怎麼會不然跑是Pinkoin 那為什麼成品要 要做這個事 你要是用功能點去想做問題 而且每一組都一樣 其實不是只有他 你們都很serious去想 為什麼誰會給你錢 去做這些事 去見什麼人 你對他沒有什麼價值 不然的話你們今天就走不了 好不好 想一下 你如果有心得在E-mail跟我聯盟 好 OK 還有哪一組要報告 好 OK 好 那我們謝謝 掌聲謝謝黃國堅老師 謝謝 那如果會後有就是要跟黃老師聯繫的方式的話 我這邊會提供 那待會兒 如果還有老師講話 可以過來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我們就是要勉養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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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很缺惡 小事啦 賞民主 賞民主一改善就好 要入屁上 你幹嘛 然後你認識不認同 就拿手 然後遇到這樣 但是 在自己的這裡 比你到外面去更欺負簡報 之後遇到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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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